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霸 來,很久沒有開箱耳機了 今天我們來開箱一款 我最近最喜歡的入耳式耳機 就是Soundcode Liberty 4 Pro 它的規格豪華擰壓銅液 全新ACAA的雙銅軸圈鐵 加L-Deck 加Hi-Res小金標的支援 要低音有低音,要細節有細節 再加上滑蓋式的LED螢幕充電盒 一眼就能看到電量 還能直接在上面修改模式 全新設計的耳塞造型 更貼合耳道 佩戴舒適感也大提升 同時它針對飛機用戶增加卸壓法 讓你搭飛機的時候耳朵不痛 那這一款耳機啊 我其實已經用了一陣子 今天來分享一些關於它的心得 在這之前啊 其實我搭捷運啊 通勤的時候 我幾乎都是用這款Soundcode Liberty 4 它的體積很小 收在口袋幾乎無感 音質又非常好 降噪效果也非常的優異 對我來說其實是非常完美的耳機 那現在我手上拿的是 Liberty 4 Pro以及Liberty 4 在相比之下 它的造型變得更加的時尚以及圓潤 這兩款都是滑蓋式的充電盒 但是你這次把蓋子推開 欸 就會看到LED面板 它可以顯示電量 而且左右耳啊 充電盒的電量都會個別的顯示 整個非常直覺 在正前方也有一顆觸控式的按鍵 可以這樣左右滑動去控制耳機 那點兩下就可以進入模式 比如說像降噪或通透的強度 或者是EQ模式 可以選擇空間音效 或者是遠端相機啦 尋找耳機 總之關於耳機的功能喔 它都直接做在盒子上面 而且這一次Liberty 4 Pro 一共推出五種配色 有三款霧面以及兩款的亮面 那亮面是半透明的款式 可以從外面直接看到電量顯示 那不用開蓋操作也是會很方便 不過它的缺點喔 就是它蠻容易沾指紋的 所以我個人比較偏愛霧面的款式 充電盒本身支援USB-C充電 也可以無線充電 那官方說關閉降噪 續航可以達到40個小時 那我自己沒有實測 那正常人也不可能整天都戴著耳機 不過日常帶出門跑一整天啊 像我去跑一場馬拉松 4到6個小時是絕對沒有問題 那另外 SUNCODE是Anker集團 Anker集團本身就是做行動電源設備的 那電力系統他們也是專家 所以他們這一次導入快充 充電5分鐘就可以聽歌4個小時 那接著我們來看Liberty 4 Pro的本體 它戴起來非常的舒服 重量也很輕巧 那耳機本身的造型啊 對我來說是剛剛好 放進耳朵裡面 可以緊密的貼合耳朵又不會痛 那另外這一次原廠直接附了6組不同的矽膠耳塞 你絕對可以找到適合自己耳朵的size Liberty 4 Pro它跟AirPods Pro一樣 是用捏加滑的方式來操作 那捏一下是暫停播放 那兩下是切換歌曲 那長捏就是切換降噪與通透 上下滑動可以調整音量 再來我們來講到重點 音質是它最大的亮點 它採用ACAA 4.0 也就是10.5mm 加上4.6mm 雙單元的同軸圈鐵技術 低音可以下潛至14H 那高頻可以上探40KHz 具體來說就是你可以聽到的範圍會更多更廣 然後細節也會更豐富 那像我自己有買KKBOX的高音質專案 所以我就可以聽到更多的細節 真的你在晚上的時候去聽 真的是非常棒 而且我覺得很不錯的是 它的APP裡面可以有各種的EQ模式 那針對各種不同的音樂風格 你都可以找到相對應的EQ 對比蘋果的AirPods Pro來說 彈性更高 音質也好很多 那關於降噪啊 以前我們談降噪只是單純的消除外界的聲音 但很多情境下 只消除噪音是不夠的 比如說像搭飛機 你戴上入耳式降噪之後 因為飛機的航空高度改變 耳內的壓力也會隨之改變 簡單來說就是戴起來不舒服 所以這一次LibT4 Pro 它有內建ENC3.0技術 它會不斷監控環境噪音 以及氣壓指數 像你搭飛機在起飛的時候 這個高度改變 你感覺到不舒服 你就可以透過APP去調整 ANC的倉壓 那LibT4 Pro 就可以透過氣壓法 去釋放耳內的壓力 真的是差很多 那此外LibT4 Pro的消除人聲效果也不錯 在捷運上啊 公車上講話的聲音 大約可以消掉七八成 那它有一個智慧偵測人聲 我覺得很不錯 很多人上班啊 其實都會戴著耳機 像很多店家 他要一邊做生意 一邊顧店頭的生意 又要接外送的電話 那戴耳機又很怕聽不到客人 或同事講話 所以它的智慧偵測很聰明 只要聽到外界有人聲 它就會瞬間的去主動關閉音樂 並且主動開啟通透模式 那你的手都不用去調整耳機 手都不用離開工作 非常方便 比如說像這樣 當我戴上耳機聽音樂的時候 當我講話或旁邊有人聲 它就會立刻暫停音樂 並且開啟通透模式 那當它沒有偵測到人聲 在五秒鐘之內 就會恢復音樂播放 並且再度開啟降噪模式 最後講到價格 那同級產品是AirPods Pro 2 它的售價是7490 那你在電視帳上面 應該可以找到6490 那Liberty 4 Pro的售價只要4990 那我個人當然是比較推便宜的Liberty 4 Pro 它的體驗感受 對我來說音質好非常多 操作也更靈活彈性 那連耳機都有螢幕 也有尋找耳機 空間音訊 無線充電 這些功能它都有 所以這款我真的 個人非常滿意 好 推薦給你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如果對這款耳機 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豹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release 還有一個多伯格 來自聽 foods 就說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 你突然會有什麼問題 你甚至是你 我做什麼問題